这个瓦片啊 我要用 笔刷给它刷上去 而不是说一片瓦一片瓦的往上叠 在游戏模型里面 一片一片的叠呢 不能说的是错 看现在这个布线啊 这个布线一定要是这种小方块的这种 然后Ctrl D把它的级别升上去 端几下 大概五到六次啊 就可以 然后遮罩住顶部 顶上这部分呢 是我不想让它有瓦片的 地方啊 上面就只是其他的结果 然后我们导入这一张 这一张啊 高度图 阿尔法 这个阿尔法呢 在网上随便就可以找得到 这个东西还是挺多的 我们用这种standard笔刷 然后直接给它刷上去 把这个对称打开 然后直接就这么拽 小心一点 让它这个正面的瓦片呢 跟跟啊 这种侧面的瓦片呢 跟正面 呃大小呢 相类似就行 我们小心一点弄它啊 慢慢的 不需要太着急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细致工作的时候了 啊 要细心一些 看 对吧 这种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吧 中间的那个中间线呢 不用管它 后期我们会在法线里面啊 给它处理干 删除低级 对称 对吧 是不是 瓦片效果很完美吧 这种效果在游戏模型里面啊 完全是足够用的了 因为我们做这个东西啊 又不是CG的啊 一片一片往上摆 那样太二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其他的结构啊 要有瓦当 瓦当 瓦当是啥知道吗 像我们作为这个长久模样师啊 这个咋说呢 知识面一定要广一些 上至五百年 下至五百载啊 对吧 这个瓦当就是挡在这个瓦片正面的这个图案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我们找个黑白的 然后同样也是用阿尔法来做它 跟刚才做瓦片的方法是一样的 我们单开一个文件啊 然后把它生成 PlayMate 3D 然后给它细分一下 把它压扁 然后Demesh一下 让它在上面表面网格呢 足够支撑 那个 阿尔法 选择standard笔刷 选择这种 这种笔刷方式啊 然后从这个输入里面 点到我们这个阿尔法 我们把它的笔刷放大 直接刷 然后再Demesh一下 整个模型压扁 再Demesh一下 然后它就形成一个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切回到我们自己的这个模型当中 把那个瓦当呢 追加进来 很方便 直接点一下追加它就进来 然后它在最下面 按Shift它转 缩小一点 把它正好挡在这个瓦片的正前方 所以说这个东西 它又叫瓦当 你以前不知道这个东西 总跟瓦 瓦刚 瓦刚搞混 瓦刚 瓦当 声很像 但是是俩意思 瓦刚是瓦刚寨 那是叛乱的 李世民的部队 是不是 是意思吧 瓦当呢 就是是个装饰性的物件 我这个瓦当上面是猪雀 对吧 青龙 白虎 猪雀 玄武 猪雀 猪雀这个东西比较柔和 在哪个代表哪个方向呢 我忘了 反正呢 是一个比较吉祥的寓意 就这样小心翼翼的把它整个拍开 就这样一个一个的给它摆上去 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转个方向 90度 然后放在侧面 这侧面呢 就给它摆到一半的位置就可以 其他的我们就还是对称 这样做东西就很快 我喜欢用ZB做东西 就是这一点 方便 快捷 虽然说它一开始呢 各项操作对新人比较不友好 但是这个东西在于在于练 好好跟它相处 这个东西 ZB还是比较不错的 它真的不会让让让我们失望 就是说各种造型呢 比较自由 对吧 到现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开始镜像它 点Z轴 对上过去看看它的大概效果 对吧 看一下它的大体效果是怎么样的 给老外做外包的时候 高摩提交就得是这个样子 所有细节全都到位 但是这么做呢 其实并没有软用 最终还是留下了该留下的那部分 这样看着就是比较酷炫 当然我们做教程呢 就完全是按照那种甲方 甲方爸爸的要求来做 上面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它有点短了 把它撑长一些 撑长一些就方便我们在上面做一些花纹什么的 要不整个上面就显得太干了 那原画上面其实也有花纹 像我们做模型的时候 碰见一个好原画啊 很不容易啊 一旦碰到了 我们尽可能就是尊重原画啊 尊重原画的劳动成果 所以说就是尽可能的把原画里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呢 我们用模型给它表现出来 这是对一种职业的尊重 对别人的尊重就是对自己的尊重吧 对吧 对吧 感谢观看